吉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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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市面上 很多人喜歡吃吉凍包 因為處理非常方便 但你說多不多 產地給你選擇 就不是太多 通常是澳洲和大陸 當中有以澳洲產的吉凍包 最多人買 例如青鞭包和黑鞭包 其實說真的 你受歡迎程度 始終都是青鞭包會好些 因為色澤英俊 吸引點的賣相 而且青鞭包 很多在海洋較底層生活 水溫比較低 所以肉質的纖維會更加又嫩 不過如果真的想買黑鞭包 都要搞清楚產地 紐西蘭的黑鞭包 是全隻黑色 而我手上這隻就是 正宗的澳洲南澳的黑鞭包 我們這隻貨就是裙邊黑色 心就是白色 價錢就差不多了 但澳洲的水域始終比較好 所以都建議買回澳洲出產 至於選擇急凍鮑魚 都有三大秘訣 最主要是我們看看雞 這兩個雞都是夠挺的 即是不會塌上去 都屬於好的 還有最主要是看看裙邊 你會見到裙邊很完整 沒有崩口 或者沒有癌痰 即是代表這隻鮑魚 是活包的時候 被撈上來 立即急凍去處理 以及底部 你會見到很平滑 不會特別癌癌痰痰痰 或套進去 顏色澤 都比較靚仔 其實已經是OK的了 學會選擇漂亮的急凍鮑魚 當然要學怎樣煮才最好吃 現在我們先把鮑魚剪至尾部有個咀位 最主要是剪至尾部有個咀位 用剪至尾部有些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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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準備一鍋水 然後加一罐鮑魚汁 記得青邊包是要用冷水放 而且不要出水 如果我們熱水放青邊包的鮑魚汁 這樣就會很韌 炆到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預備兩匙匙的蠔油 淋上去再炆 炆到三個小時 準備豆粉水和芡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看蠔汁 如果蠔汁有點稠 代表這個青邊包已經可以了 粉水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